在中国农历虎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潘岳在北京发表新春贺词 向广大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潘岳表示回望百年中共党史新中国史都与近现代侨史密切相关 进入新时代侨胞们作为一带一路的参与者 文明互建的促进者民族复兴的同行者 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疫情没有停止 国际的局势依然复杂 单边主义愚演愚烈 种族主义甚嚣尘上 侨胞们在生活上 事业上 心灵上所遭遇的各种压力 我们感同身受 越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越要从历尽沧桑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中汲取触变应变的智慧 潘岳强调中华文明是坚韧的文明 每遇困难都会迎难而上 每遭挫折都会浴火重生 百折千回 初心不改 海外侨胞传承了这一文化精神 自立自强 自尊自爱 从历史到今天 凡面对种族主义歧视 都会为捍卫权益与生存发展而勇敢斗争 都会为多元文化和全球福祉而继续奉献 潘岳表示 中华文明是和平的文明 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 靠的是自立更生 而非殖民掠夺 中国赢得友谊 靠的是合作共赢 而非唯我独尊 海外侨胞传承了这一文化传统 从不给驻在国找麻烦 靠着勤奋 谦让 奉献 获得了自身成功 也获得了驻在国人民的认同 潘岳表示 中华文明是包容的文明 反对非此即彼 二元对立 追求兼容并序 合而不同 海外侨胞传承了这一文化特质 面对世界一些地方的分裂冲突时 保持着理性与平和 促进了住在国社会的多元包容 中华文明是开放的文明 能在保持自身文明的同时 不断学习其他文明 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与世界共享成果 海外侨胞传承了这一文化品格 在保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 积极融入住在国文化 推动不同文明开放交融 潘岳指出 从气候变化到贫富分化 从种族主义到身份政治 从信息鸿沟到技术霸权 世界面临着共同挑战 需要人类社会超越意识形态翻理 在理性对话文明互建中 寻找应对之道 他希望广大海外侨胞 与住在国人民一道 以守望相助应对隔阂歧视 以文明交流消除误解偏见 只有中华文明被正确理解 侨胞们才能被正确理解 只有多元文明和谐共生 所有人才能够得到安定繁荣 潘岳介绍 过去一年里 各部门各地方一直在努力 把温暖送到侨胞身边 春苗行动为180个国家 数百万海外侨胞留学人员 接种疫苗 防疫抗疫的新春暖心包 为30多个国家的侨胞持续服务 对因为局势动荡而遭遇困难的侨胞 增加大帮扶力度 不断完善的远程医疗平台 将为侨胞提供更多在线问诊服务 不断完善的网上政务平台 通过全球通和一战式服务 将侨胞们的跨境办事一网打通 线上华文教育文化体验平台 也在蓬勃发展 在贺斯最后 潘岳再次给海外侨胞和龟桥侨卷拜年 让我们带着对彼此的惦念 带着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共同迎接人影虎年 再次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虎年大吉 合家欢乐 幸福安康 一切顺利